大家好 上轻哈嘎新去处 对客家的文化极其组不了解 导致传统文化出现短层 用推广让更多青少年知道 探讨新客家文化远去的行销 以IPAK来分析探讨 以网路行销的方式推广 方法及流程 以上为本小组的方法及流程图 2.高雄新客家文化园区介绍 园区介绍 以上为高雄新客家文化园区的管理设施 体验活动 体验活动包含直三彩绘 淘班彩绘以及打资吧 3.行销分析 S.优势 开设幼儿园与教育结合 W.劣势 知名度不足 腹地不大 O.机会 公共设施便利 T.威胁 客家文化组件没落 SWAT 交叉分析 S.O.增长性策略 举办亲子活动 让园区的知名度增加 W.O.扭转性策略 透过政府推广以及改善活动内容性更多人潮 S.T.多元化策略 究读幼儿园及增设图书活动 了解客家文化 W.T.防御性策略 增加互动式游戏了解园区 S.T.P.分析S.市场区隔 人口统计为高雄再提民众 及附近现实 外信市作为区分 行为变速为客家文化推广 T.E.目标市场选择 以高雄市青少年客家文化推广为主 P.市场定位 推广客家文化市集举办地 客家人聚会之地 8.P.分析 产品导览活动 资产彩绘 淘班彩绘 价格 免费路员 付费活动有 资产彩绘60元 淘班彩绘150元 促销 举办市集活动 馆内体验活动 通路 网络推广有 FB IG 群众 志工态度良好 讲解清楚 规划 官方IG 客委会 FB 举办活动 合作关系 园区与客委会 举办活动 包装配套 爱和光之塔 提高园区及课律 4.研究结果分析 问卷发放 本小组共发放159份问卷 有效问卷为147份 问卷回收率为90% 基本资料 以女性 青少年 高雄市民居多 观光行为 有上途可知 多数民众是从社群媒体及亲友推荐得知此地 停留时间多了一小时 以体验客家文化 休闲娱乐为主要动机 另外民众较喜欢DIY及服装体验 期望可以震慑户外游乐设施 Kano分析由上途可知 拍照打卡活动 开设咖啡厅 增设互动式APP及短视频 共计四项为魅力品质 透过魅力品质 可成为与其他客家文化园区差异的重点 借此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APA分析由上途可得知以下四项归类为优先改善区 1.园区内因积极独动推出各种活动 吸引民众前往 2.借由DIY活动 让更多人知道客家文化 3.开发文创商品 4.增加更多展览活动 吸引更多民众 5.人来客去企划 APP制作 本小组透过Smart App Creator制作 以上为本小组APP制作过程 活动 以上为本小组设计的三项活动 活动结合客家元素 例如穿那三集讲课语 社群媒体 本小组利用IG推广 提高园区曝光率 并拍摄相关影片 让青少年更加感兴趣 6.结论与建议 结论 1.本小组透过网络问卷进一步了解青少年的兴趣和喜好 并为青少年设计了一款人来客去活动 2.IPA分析结果显示 文创商品及活动内容具有吸引力 为满意度最低 Canon分析结果显示 拍照打卡点 设立咖啡厅 互动式APP及短视频 吃下魅力品质 受到青少年喜爱 最后开设餐厅为无效品质 3.透过问卷了解游客都有高雄市民 停留时间多了一小时 另外APP问卷有九层游客喜欢拼图游戏 建议 1.设立IG官方账号 发布短视频 并设计款专属APP 吸引更多青少年了解园区及客家文化 2.IPA结果建议 园区内应增设文创商品及互动性多媒体的方式 吸引青少年前往 Canon结果建议 园区将餐厅及咖啡厅结合更具有信力 本小组的报告到此结束 I'm to say I'm to say complete D